好了,我们要离开这里了,这个地方又可以赶海,又可以钓鱼 我们下一站山东了,这是我们连云港,是我们浙江,不是 浙江去了,江苏的最后一站了,出发 哎呀,安全带,系好,妈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到车吧,我把你穿上 好嘞,出发,哇,这手都搁伤了,那么方圆盘都痛了,天呐,他慢慢出去 走了,走了,这个房子真不错呀,他们好像管理中心,到海边有这么大一套别墅,我的天呐,好窄呀 你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过了连云港,你看这海是不是好看了,站栏,站栏,漂亮 同样,越往前,水越清 但港湾的水可能还有点泛黄 比如说前面,你看,这里,这个港湾,一个湾子里面 还是有点黄,但是往里面去,相对水清澈一下 看看我们现在停的地方 有高楼大厦了,可能像层里了,是吧 这是个小港口,那里的小马头,这附近呢,有好多住车地 那我得找找去,找找看看哪个住车地更合适 因为现在五点多了嘛,现在这个住车地,离卫生间也近 在这个住车地先吃饭,吃完饭一会出去转转啊 转转今天就住这儿了,然后明天呢,我们再换个住车地 看哪里更能赶海能钓到鱼 所以房车呀,就是这样,随心所欲,走哪都是这样 你看,那还有一个床车的车友 那里有一个C型车的车友,好呢? 没,来停那里 我们暂时这么停一下,一会把那个萌萌的车开过来 啊,吃饱喝足,走了 我们去把纸巾吊了 我们去找个营地去走 为啥说找营地呢?这个地方嘛,就是离海边也挺近的啊 就那里就是个码头 我们去看看,因为这里海边嘛,这个路用地非常多 去找找哪里更好玩,适合于钓个云啊,下个网啊 适合赶海的地儿 好了,到车,我们现在准备去找营地去了 把他们扔这儿 这附近呢,大概两公里之内好,三四个景区 啊,这个不好,这个就是纯的沙滩的了,离海边更远了 左转,随后离达五十年,向左后方转 前面,前面,前面,前面掉头 走了,这个地方pass了 吊头是吗? 嗯 导航结束,为了坚持... 哇,是烂尾楼吗? 我做的挺好看的,欧式风格 但是是烂尾楼 可惜点了哈,烂尾楼 好,这里吊头 看那个吗?那里最宽,在那个位置 好像声音好的时候,它这里约然还能停车呢 不计夏天人多哈 对 寒暑假的时候,十一的时候 这里你去吗? 不直走不去了 为啥说这个景区不好呢?你看 这种停的都是游客过来的 这种呢,相对停车就是说 停的人会比较多 你看看 而且呢,它离海边还比较远 嗯,还弄了个景区入口 所以这就不好玩了,看到海都看不到 我们停车尽量就是说避开这种 类似于人多景区的地儿啊 尽量找人少的地儿 安静 到达 近不近? 近 预计两分钟 这个营地离我们两分钟 那个营地离我们也两分钟 所以它这块都不错轻车 所以我们挑一个更好的 对,右转 在红绿的路口右转,进入主路 右转一公里 我们得看看哪块能感急哈 这里我感觉没有感急 好像就是要去那种农村 没有呢 我们来的时候路过一个大景 是吗? 嗯 结果一查今天的景 尴尬 再等要等四五天 嗯,这里也是一个码头啊 你看我们就在这边嘛 是不是啊 很近的 接近目的地 它怎么说就到了呢 往右靠靠 我没有这车 小心啊 渐速渐速 左侧 左侧 这边是啥 今天夜要开心 今天夜要开心 那这啥呀 这地方不对呀 这这这这 这比较多哈 啊,在这里 哎呦,这房车不少啊 都在这儿聚着呢 嗯,那又转转 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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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转一转 哇,你看房车都在这儿聚 不过这里的路边太近了啊 不喜欢啊 嗯,好多房车 哇,这么多 哇,好多房车 里面也没有了 我先走 是 卫生间 卫生间很近 嗯,往那边走看看 停车里可以啊 嗯,也可以啊 但这里人多不太喜欢啊 而且你看他们大棚子啊 晾衣服啊 床车啊 这种地方不喜欢人 很多床车 对,我不太喜欢停车里 车位是有 嗯 但是不是很喜欢 对啊,你停着我看看 这里钓鱼一整个 都是外地车 没有什么本地人 嗯,是的 来,你靠边停 我去看看 这里有停车 我有停车 嗯,可以 不太喜欢 这很多扎堆的地儿 风景不错 这个停车场房车相比较多一些 但确实可能 就是不会那么安静 哇,这里海边挺近的 还是个景区 来山人家 里能干海 能钓鱼不 看看 还是 岛主还是偏向于人少的 哇 去 看看 这里就离海边 也不近啊 还没有呢 刚才那个营地离海边近呢 挺漂亮的 没事可以过来发发呆啊 这这个是个龙王庙 龙王庙旁边的停车场 哇,挺冷啊 岛主穿这些 凉搜搜 有个小沙滩 我们那个营地在那里嘛 对不对 就那个房子的前面嘛 很近嘛 所以说 那边还有一个 也挺近的 沙滩大海 这个还是可以哦 是吧 这个我跟你讲 只要过了连云港 就是到连云港那个位置啊 刚刚这边水就越来越清了 为什么呢 它那边水那么黄 那咱也不知道了 这里有百度搜搜楼 走吧,好冷 快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这个地方呢 就是适合谁呢 适合一般旅一般 房车旅行的适合这里柱车 知道吧 不适合我们 我们要啥呢 我们首先我们要赶海 这里不行 然后我们还要这个钓鱼 这里也不合适 嗯 我们还要下虾楼 这里也不合适 走 所以这得适合他们 那个那是威胁 关键是房车床车太多了 不要扎堆 扎堆一多了你知道吧 就招人烦了 尽量别扎堆 找那种空旷的没人的地 多好人少的地或者是 可以 这是一个酒店的停车场 也是景区的停车场 我们过来看看 就是都是沿着这一个 海湾的一个停车场 不行这里太吵了 有人唱歌 而且这好像是个公园 都没有我们刚才那个位置好 你看还没瞧上我们那个位置 尽管真没那个位置好多 就这么大 那里是一个停车场 然后我们的停车在那里 刚刚看的龙王庙 现在这个停车场 现在这个停车场 我去的水真轻哎 萌萌快来 你看这水很轻啊 终于能看到底了 哇这水就轻轻度就比那边强多了 是不是啊 你看看 呀这么轻啊 啊你下去玩玩去去 看这边轻轻轻 车能停到这就好了 所以说得找别人人少的 还是找郊区 这也算郊区 但是有住宅区的地方就不好玩了 不喜欢有这种住宅区 这个地方你就赶不远海了 就是我们去好玩的地方是叫不到外卖的地方 哈哈哈哈 走那我们今天停那吧 还是那里好啊 行那边完了还能能下笼啥的 这里啥也不行这么浅 那边码头起码水深一点啊 走 这里是哪 这里是哪 蓝山区吧蓝山人家 这里是山东对不对 当然山东了 我过那个什么就过那收费站就是到山东了呀 那我这里的车应该是鲁对不对 山东当然是鲁了 我老后我每次看车来说 嗯这怎么都是外地车吧 哈哈哈哈 你还以为苏呢 这里出了苏的季节了 这都是鲁吗 怎么都是外地车吧 你是外地的 你是外地的 搞啥的 还说人家鲁是外地的 你在山东说鲁是外地的 牙袋笑死了 走 看老师傅汇报 你今天就停那了 我说怎么车牌都是外地的 没有本地车牌 哈哈哈